哈囉 大家好 我是鄭次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的是鹹蛋黃泡麵 不過它屬於乾拌麵的形式 總共買了三個國家的 越南 印尼 泰國 那其中有兩款是我在搬家的時候吃的 拍完之後才發現 哇 原來呢 越南也有出一款鹹蛋黃泡麵 然後我覺得這一款呢 看起來也蠻好吃的感覺 是盒裝的 那至於評語最後好不好吃 我覺得這是個人口味啦 最後我還是會這個總結給大家 我們就去看下去吧 化開 而且它真的蠻大盒的 這是什麼 嗚 嗚 嗚 它剛剛被彈到耶 怎麼回事 喔 它是把水倒出來的啦 真是個驚喜包耶 整個被 第一次被泡麵嚇到 教你怎麼吃 但是我看不懂上面的字 反正就是 把水倒進去嘛 然後再把它瀝掉 哇 它裡面有附叉子耶 喔 乾蔬菜 這個應該是調味料嗎 還是蠟粉 不知道 鹹蛋黃粉 怎麼感覺好像有點像是 醬 我不確定它是什麼 啊 還是蛋黃 不曉得 待會再來看來看 裡面好多 我覺得這一款是 目前裡面全部最精緻的耶 倒水 OK 欸 成功覆蓋過去就OK啦 喔 我超笨的 我發現我的蔬菜包沒有掉下去耶 緊急處理 等下要再補水 把它補滿吧 這樣蔬菜待會才會熟 這個我是可以把它撕掉的啦 因為它這邊有附一個蓋子 我們把它蓋上 蓋上之後呢 它這邊有倒水孔 再把它壓上去 讓它悶一下吧 看一下熟了沒 哇 好像熟囉 我們來把水倒掉吧 把這個孔孔打開 等一下從這裡倒水就很方便 哇 我覺得這個 設計實在太智慧了 倒完水了 我們先來加加看這個 它好像誤會了耶 它才是鹹蛋黃粉本人耶 哇 看起來很棒 可是它好像有點小潮濕 不過沒關係 蝦油的味道嗎 好蝦喔 哎呦 真的是油了耶 我覺得這個叉子很容易斷掉的感覺 需要很花力氣來攪它 攪拌完了 但我覺得這一款的顏色好像 醬 醬比較少的感覺 比較淡 那我們就直接來試吃吧 哇 試吃一口 太大口 這款我覺得它的鹹蛋黃感覺 非常明顯 就是沙沙的感覺 可是口味上來說我覺得 好像比另外兩款還要來的蛋耶 可是 如果喜歡吃清淡一點的人 我覺得可以 它稍微有一點點辣辣的 然後麵條的口感我覺得還行 是比印尼的好 印尼的是最爛 它裡面有泡麵之外 廢話但有泡麵 然後還有兩個醬包 這個應該我想應該是 鹹蛋黃醬嗎 還是我也不曉得 然後這個 分兩個 像是粉狀類的粉包 好香喔 好期待 這旁邊是辣椒 我不吃啦 我要把它剪掉 辣椒 完成 怎麼有 真的有網友說有一種咖哩味耶 不知道好不好吃啦 但是看起來應該是不錯的 那我現在身後蠻亂 是因為我正在準備搬家 沒有時間出去買東西 所以想說 弄泡麵來吃的時候 之前有網友跟我說 蠻想看看這一款 到底好不好吃 然後做個小評比 哇 蠻有味道的 但是跟我想像中的鹹蛋黃 拌麵不太一樣 因為 它有鹹蛋黃的口感 可是並沒有鹹蛋黃的那種香氣 所以反倒是這碗泡麵的主要的那個醬包基底是 咖哩 所以這應該算是 金沙咖哩拌麵 要來吃媽媽出的鮮蛋黃拌麵 這個是我最期待的一款 那我們就煮來吃吧 哇 它這種麵好像是要煮的耶 然後 我來看一下裡面的粉包 喔 這個看起來還是會辣的 這應該就是那個鹹蛋黃粉吧 好 我們現在來煮個麵 因為我現在還在搬家 所以還是有點亂 泡泡看泡不泡得開 因為我也不確定 喔 用泡的可以耶 泡的軟軟的 倒掉 這麼看來呢 我覺得這個粉包是可以加的 因為我不吃辣 喔 掉下去了 欸 這不知道會不會辣耶 哇 看起來好棒喔 感覺一定很好吃 一點都不放過 拌開 上次沒有加辣耶 這個有辣的醬 我們還是加一點的 看看味道是怎麼樣 加 加醬子就 哇 真的太怕辣了 耶 可以吃泡麵了 昨天整理到太晚 現在整個臉還是大水腫 我覺得還要出去買東西好麻煩 剛好我有兩款鹹蛋黃拌麵 就直接來試給大家看 那 這款真的看起來好像好吃很多耶 這個鹹蛋黃香 很明顯 我很期待這一款 因為另外一款真的都是咖哩味 因為我也沒有吃過 我們來試試看 喔 會辣耶 我剛剛只加一點點 真的蠻辣 喔 我真的覺得蠻辣的耶 我剛剛只加一點點耶 那加整包的人真的太厲害了 那那個就是這個真的是有那個鹹蛋黃的香氣 另外一款米狗爛的真的都是咖哩味耶 很不好吃 現在想想的話 當初覺得還不錯 但比起這一款的話 這一款好吃太多了 它真的就是紮紮實實的鹹蛋黃味 這個我會回購耶 但是我就不會再加辣了 而且我覺得它的麵條比較紮實啦 喜歡這種就是韓式麵條這種粗粗的話 我覺得這一款泰國泡麵 我覺得很OK 媽媽牌的 嗯 不要加辣 我覺得這是好吃的 但是現在已經加辣 沒辦法還是得吃完 那所以我要繼續工作囉 就繼續搬家 哇 這個效果真好看 但真的好辣喔 整個都瘋醇了耶 蠻性感的 三款泡麵都吃完了 我要來做個心得小總結 我覺得裡面味道最重的是 印尼泡麵 因為它的咖哩味很重 就是現在想想整個都是咖哩味 而且呢 這款越南的呢 它裡面也有那個 稍微不知道是蝦醬還是什麼那種 咖哩的味道 所以我比較起來 我可能也沒那麼喜歡 我覺得裡面最喜歡的是泰國的 它吃起來呢 是整體比較甜 雖然偏辣 我沒那麼能吃辣的人 但我覺得很開胃 就是它的那個甜度啊 跟鹹度都調整得很OK 是我會覺得很好吃 然後想要再回購的 那至於這一款呢 我覺得它好像是醬料不足 比較乾 而且它是 它上面有畫蝦子跟蛋 它應該是蝦醬蛋黃口味的吧 我猜 我覺得這款它吃起來 它就是比較刷刷 但是它真的 沒什麼鹹鹹 就是 它的那種鹹味 我是覺得沒那麼夠的 所以整體來說 我是最推薦是吃泰國的 那 印尼那一款 就是現在想想最便宜 真的 一開始吃 還好第一樣是吃它 現在想想真的 沒有很好吃 好啦 我覺得口味是看個人的 那這三款泡麵呢 就是剛好呢 都有買 而且我很喜歡吃鹹蛋黃 就來這邊做一個 嗯 試吃心得分享 跟你們做推薦囉 那這個呢 可能就是要在網路上 或者是你要到當地去買吧 那我就是 這一盒 我是在網路上買的 剩下兩盒 我是在實體店面買的 那我就在下面附上連結 我找到的話 我就放在下面給你們 那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幫我按個喜歡 並且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次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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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磨住了 угл totalement 拍子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聊 五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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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